Action 了嗎? Action 啊 已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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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主題就是 大家很想知道一定是 這禮拜為什麼可以精準的預測 會跌破一萬七 沒錯 我現在這個 大家一定超想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 我今天在問大家 大家都想知道 沒錯 一萬一千多人 那現在來跟大家講 為什麼可以精準預測 好 仔細聽好 因為 我認識阿信老師 因為在8月8號的時候 你其實文章就已經有寫到這個盤 有 要小心 我寫得超明顯 對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沒有在看 我也覺得 我們現在來開給大家看 好 那就把這兩張圖開給大家看 看完之後就知道 為什麼這個空單呢 會一路爆就不回補 好 你看 這個是8月8號的 這邊有日期齁 8月8號 晚上10點04分 那一天還在休假 假日 還沒開盤的時候就講了 對 還沒開盤就講了 好 那個時候講了什麼 你看 然後我們來看這邊 看到這個 這張圖很明顯吧 緊線 均線 雙重壓力 是很明顯 對 有看到這個雙重壓力的話 這個空單請問 大家會不會急著回補 一定不會阿 你一定想說 壓力都在這邊耶 壓力都在這邊耶 壓力在這邊耶 一口兩萬補個屁阿 看到壓力還爆什麼 還補什麼補呢 還不值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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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給大家看 再往下看 你看 上禮拜五的美股 用糟糕這兩個字來形容 什麼叫糟糕 糟糕字好還會壞 就是要大家小心了 對 所以其實都有講耶 我有講阿 你看日期是不是也是 在開盤之前就講 所以這樣大家知道什麼空單可以 所以大膽預測會跌破一段期 對 第一個看台語 好接下來電話 OK 喂 好 好下去 那個五十暗送來 五十暗送來 所以我們那個差不多阿 對阿 所以這個空單帳真的很精彩 對阿 你看我寫IPP裡面 這個寫IPP寫的 8月8號那天還沒有跌破的時候 對 就已經有提醒現在有雙重壓力 然後 美股用糟糕這兩個字 對 對美股也有講 對 所以我都講是不是有 應該講得很明白了吧 我那時候真的也是 看了這個文章之後呢 這個空單我就 一路給他爆到現在 就爆了之後就覺得 比較不單 爽爽的這樣子 多一個人加持阿 這個厲害 對阿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說 是真的都寫在前面阿 反正就是有講 對阿 好啦 那講到這邊 大家應該想問 接下來該怎麼辦吧 涼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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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拌這樣子 好啦好啦 我這樣講我先把那個圖片先切回來一下 等我一下喔 嗨大家好 那個 其實在上禮拜 那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其實上禮拜 就是已經有關 先跟大家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從 台股跟美股的這個走勢 其實是非常的不好 原因在於說 上禮拜 美國股市 創高都是誰 創高都是在道雄指數 反正你去聯想一件事情喔 呃 如果在以後 你看到像金融股在大漲 為什麼金融股會大漲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美國他們可能會升息 會降低購債規模 所以說 這些事情對於金融股是有利的 那你想喔 大家看到對金融股有利 是不是就會 想說那不然我去買金融股 也就是說 如果大家去買金融股 他們看到什麼 看到是未來可能會 提早 就是降低購債規模 或甚至是提早去升息的這個動作 但是 我要說但是 But 這個東西基本上在未來會發生嗎 短期內 應該是不會 為什麼 因為在上禮拜五 我記得在上禮拜五直播的時候 那個時候同學有問說 就是 美國的非農 欸怎麼換 發生什麼事 欸為什麼那個直播中斷 在那個上禮拜五的時候 就是 美國他們公佈非農就業人口數 那個數據是非常的好 但是啊 這個數據它不會永遠的都這麼好 原因是在於說 美國現在的疫情還是非常嚴重 美國疫情很嚴重的情況之下 沒有回 沒有斷線了吧 欸應該有回來了吧 有嗎 嗯 有嗎 還是斷線的嗎 看一下 看一下喔斷線嗎 OK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其實以現在的情況而言 你不要去認為說 美國股市的經濟會一直怎麼好下去 我個人覺得是不太可能 因為疫情太嚴重的關係 所以說在接下來 你會很頻繁去看到 可能疫情嚴重喔 一下 不是 可能經濟數據一下子很好 然後一下子又很爛 我覺得在接下來的 一整年 可能到今年年底 甚至到明年 都還是會看到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說啊 在這種盤 這種盤面的狀況之下 你要 你要做一個動作是說 你要知道市場的節奏是如何 我跟大家講一下喔 可以跟大家看一下好了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上一次 大概在這個位置吧 大概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過 我說那時候對於指數的看法 不會再這麼悲乖 原因就是因為打到這條均線 那OK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 我在昨天 昨天的文章 我跟大家講說 你看喔 我在昨天的文章 同樣的我說了 你不要看指數打到這邊的均線 昨天的反彈力道是很弱的 所以你知道 昨天反彈力道很弱 那你今天怎麼樣 你又去接嗎 不會 因為你知道 昨天反彈的力道是弱的 這就是我要跟大家講 你要知道 一個市場 它到底現在 它的氣氛 它的節奏到底是如何 就是如果你 不了解說 現在的節奏是好還是壞 你沒有辦法去控制你的操作資金 如果你知道現在的氣氛是不好的 現在的節奏是不好的 你就可以去稍微 縮小一下你的操作資金 或是 先降低你的操作 甚至你可以多看掃作 這樣都可以 那 當你發現 之後氣氛變好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再來做一些比較積極的操作 這個我覺得是在今年當然一定要非常去關注的重點 因為今年的走勢有點像 我跟大家講 今年的走勢有點像這個樣子 我給大家稍微切 欸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好了 今年的有點像是 就是 就是 就這個時間 你看喔 這個是在當時 2018年的時候 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中美貿易戰 你會發現 它這一段的走勢都怎麼樣 它跌下去之後 拉上來 創新高又再殺下去 殺下去之後又反彈上來 所以這一段 你看喔 持續多久 一次兩次 三次四次 五次六次 你看喔 持續了六次的時間 那你想 如果你是每次都買在這個位置 然後 賣在 底下 請問一下 你是 每一次這樣 都是在最高差地 最高差地 所以說 在今年的情況 有可能 會變成像是 2018年那樣 就是 開始出現一個比較 大的 上下震盪的幅度 那這種震盪幅度呢 震盪到後來 它會不會有方向出現 會 一定會有方向出現 像上一次 2018年 這樣震盪完之後 後來怎麼樣 沒怎麼樣啊 後來就直接從 直接崩到多少 從當時的一萬點 一萬一喔 一萬一崩到多少 崩到9400 所以你看喔 其實在這種震盪過後 它一定會有一個方向出來 只是這個方向 目前是往哪裡走 我們還看不出來 我們還看不出來 目前方向往哪裡走 但是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現在的盤 就有一點點是類似 這一個階段的這樣 上下震盪的情況 所以變成說 你知道 你要知道說 在什麼時候 你該去把 你的操作資金先縮小 那你該在什麼時候 你要知道說 你可以做一些 比較積極的操作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 大家在 看盤的時候 在 操作的時候 要比較需要去注意的現象 這樣講到這邊有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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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有嗎 這樣講 這樣講聽得懂嗎 這樣講聽得懂嗎 好像沒人理我耶 你們是 我問一下你們是覺得 白色的螢幕比較好看 還是黑色的螢幕比較好看 不用嚇啦 我這樣講 不用去嚇到 這種震盪盤 這種震盪盤 就是這樣 震盪盤是你會 你的資金 我這樣講 今年開始 在今年這個階段 我個人的想法 就是我覺得 你的資金可能放不大了 你的資金應該放不大 因為 你不太可能說 在這個階段去把資金放得很大 我覺得在接下來 就算指數反膽好了 你的資金 可能也放不了多大 因為盤都還在震盪 那震盪之後呢 一定要等到 有一個方向出來之後 你的資金才有可能在放大 所以說你們看到現在這個情況 現在這個樣子 就有點類似 像 我這樣講 假如說下禮拜 假設下禮拜 可能又殺下去了 那殺下去的情況之下 他整個乖敵就超 他整個乖敵就超大 他乖敵率這麼大 他就有可能殺下去之後 然後開始做個反彈 所以說啊 就是 在現在的情況 你 我只能說 你的操作資金 就是盡量去縮小 你不要去放太多的資金 去跟他熬 然後你的庭孫你要射好 反正你要記得 現在能走波段 行行的股票 基本上 不多 基本上不多 為什麼 因為整個 這幾天上殺下 不管是好股票 壞股票 你會發現 線型都被殺的亂七八糟的 線型被殺的亂七八糟 那這些股票 以後如果要走一個波段行行 勢必 百分之百 他就是要需要時間整理 整理之後 讓他的線型變好之後 他才有機會去走一個比較大的波段行情 也就是說啊 你看到現在的情況 你覺得說這些公司他們獲利不好嗎 沒有啊 他們這些公司獲利一樣很好 像我跟大家講過 你在看NCU 看ABF宅板 你在看這些公司的時候 他們的獲利 他們的公司的成績單 都還是交了出來 那為什麼股價會跌 沒有為什麼 因為大盤在下跌 那所以說在大盤下跌 大盤影響的情況之下 你的個股的走勢一定也會跟著被影響 你的個股走勢跟著被影響 那線型被破壞了 他就需要一點時間讓線型變得漂亮之後 他才有可能再走一個波段行情 所以在最近的操作 你就我個人的想法就是說 你不要太期待波段行情 因為很多股票的線型都要整理 這樣了解嗎 好什麼是乖 黑色底色比較好看 好我把它切一下 因為我覺得白色好亮喔 OK 果然這樣看的比較實在 好 那有同學問到什麼是乖離率 所謂的乖離率呢 我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乖離率有分兩個東西 一個是 五日線的乖離率 就好比說 在這個 我記得當時在這一天吧 當時在這一天 有跟大家講就是說 因為 因為 當時的指數距離五日線有一段距離 有一段距離哪一段 就這一段 你看這段是真空的 當時的指數距離五日線有一段真空的距離 所以說像這一種狀況 指數就有機會去拿 會反彈 那可是你看到 如果單純以今天的情況來說 你覺得五日線跟 五日線跟今天的指數 今天的K棒的高點 接不接近 還蠻接近的吧 所以說啊 下個禮拜一 下個禮拜一 假設 下個禮拜一 假設 又這樣殺下去 那這樣一來的話 這一條五日線 它是不是跟 K棒的高點 就會有一段距離了 那這種情況就稱為 短線的乖離率比較大 像這種短線的乖離率大的情況之下 它就比較有可能會稍微 反彈 或是稍微 直穩 直跌個一兩天 看一兩天之後的狀況 因為它要先接近五日線之後 再來去看說 它有沒有辦法能夠 站上五日均線 好 那再來 那還有一個是 我們比較會注意的 乖離率在這個 在這一條線 24的均線 這一條均線的 通常我這樣講 你看喔 通常來說啦 指數如果 太過的偏離了這一條均線 你看喔 指數如果在這邊偏離了這條均線 欸 它這樣它就會拉回 它偏離了這條均線 它就會拉回 所以你會發現 那如果你發現像這種狀況 它拉回到這條均線附近 沒有破的話 它就有機會怎麼樣 欸再走一波 那可是你看喔 像最近的狀況是 它一樣 在這邊的時候 你會發現 股價 它跌破了這條均線 然後距離 24的這條均線 有一段距離了 那它是不是反彈 反彈之後有沒有站上 欸 反彈之後 沒站上 所以沒站上 它就會怎麼樣 再下去一次 那下去之後呢 如果說股價 它在下禮拜的時候 它又往下殺 欸 那不就代表說 下禮拜的時候 它跟這一條 24均線的距離 又拉開了 所以拉開的情況之下 股價就比較有可能 會有反彈 或是一個止跌 這樣了解嗎 就是這樣來看 這個就是所謂的 乖離率 所以當一檔股票 它的乖離率過大的時候 它就有可能會 往均線附近會移動 所以我們在買一檔股票的時候 盡量 或是會選一個 比較好的位置 在什麼時候 去在均線附近 而不是離均線太遠 這樣懂意思嗎 就是我們在買股票的時候 盡量會是在均線附近 而不是距離均線太遠的距離 因為距離均線太遠 股價就有可能會回到均線來 這樣OK嗎 想要想要想要問題嗎 沒有回答喔 好 那有同學問到說 那會不會一直下去 我不知道 真的我不知道 就是我們現在看的都只是一個 技術分析 技術分析的判斷 它會不會一直下去 我不知道 它會不會一直 它會不會止跌 其實我也不知道 那我看的是什麼 我只知道說 好 來看喔 我只知道說 在下禮拜 如果又再下去 假設又跌破了前波低點 7月28這個前波低點 假設又破了 假設又破了 情況之下 那 我只覺得說 它的短線的 乖利率過大 那過大的情況之下 它就會有 反彈 的條件出現 問題是 它有這個條件出現 不代表它一定會做這個 反彈的動作 應該這樣說 一檔股票 它有一個 最適合的進攻時間 每檔股票或是指數 它有一個最適合的進攻時間 如果這個時間 沒有在進攻了 那不就表示說 它 錯過了一個最好的時間 那它錯過了最好的時間 它就供不上去了 所以我只會看說 當它乖利率過大的時候 它到底能不能有 這個反彈的動作出現 你這樣了解嗎 那它如果有這個 反彈的動作出現 我就認為說 OK 那它還有來做反彈 那如果說 它連反彈都沒有 像昨天這個樣子 你看喔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看這一條均線交 大家聽一下 你看喔 在上一次 上一次跌到這邊來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 對於指數不要太悲觀 但是這一次 跌到這邊來的時候 又是通常跌到這條均線 我跟大家說 這一次的力道是不夠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 上一次跌到這條均線 隔天怎麼樣 隔天是直接 給你一根紅棒拉上來 但是這一次跌到這條均線 隔天卻怎麼樣 隔天卻是一根小小的十字K棒 你就知道說 這兩次比起來 哪一次的力道強 一定是前一次的力道強 那前一次的力道強 這一次的力道弱 所以說為什麼今天會再繼續殺下去 這樣懂原因了嗎 所以我們在看技術線型的時候 不是單純只看說 它到哪一條均線有守住 我們就是看這樣 不是 我們在看技術線型的時候 是要看一個市場的氛圍 你知道嗎 是要看一個市場的情緒 你在看技術線型的時候 你不是說 我看KD 我看RSI 看它幹什麼 看它沒有用好不好 你要看的是一個 市場的信心跟市場的氛圍 技術線型是看這個 看整個市場的心態 不是說單純看那些技術指標 那些技術指標 你放到現在來看 其實基本上我個人覺得 是沒什麼太大用處 但是重點來 重點是要看市場的信心 跟市場的氣氛 我覺得這才是技術分析要看的 這樣了解意思嗎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 有人通常問到說 如果沒有反彈 那會在附近整理一段時間嗎 如果沒有反彈 你就要小心它繼續下去 如果沒有反彈的話 你就要小心它繼續下去 所以現在的情況 第一個 我不會去預設立場說 它到底要該怎麼走 它到底要該怎麼走 我不會去想這東西 我只要看一個東西就好 我只要看它 它到底能不能夠站上這一條 這一條 五日均線 我只看它到底有沒有站上 它有站上 它就會反彈 如果它沒有站上呢 那我就還是一樣怎麼樣 我就繼續看 我就繼續看下去 我就繼續看 就這樣而已 我要的只是它能夠站上五日均線 剩下來的 我不會去預設太多立場 它跌到一萬三一萬二 其實我也不管它 為什麼 因為反正它就一直站不上五日均線 當然我目前覺得它不會跌那麼低 那只能說 現在的狀況 我的想法就是說 我會希望它能夠站上五日均線之後 再說 OK嗎 那只是在這邊先大概講個東西 就是如果說 如果說我是 控制這個盤的阻力的話 我一定會怎麼樣 我一定會讓它 我會覺得說 殺破 這一個 16893 我覺得會比較漂亮 其實我在這時候 在殺下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 殺破1689 它破前波低點 我覺得是 比較漂亮 為什麼 因為你要想 技術分析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看市場心理 那市場心理什麼時候會崩潰 破前低的時候嗎 我記得有跟大家講過 市場心理什麼時候崩潰 破前低的時候 創新低的時候 市場就崩潰 為什麼 因為大家看到股價創新低 你第一個想法就是 哇 創新低完了 線型整個被破壞掉 問題是你看 當大家都認為說 創新低 線型被破壞掉的時候 開始賣壓會不會出來 會 賣壓會出來 那賣壓會出來之後 是不是就有大戶會去低接 對 所以大戶接完之後 它是不是就比較有可能反彈 所以你們會發現 每一次為什麼很多人 會砍在低點 就是因為他看到股價創新低了 他看到股價創新低 他覺得他受不了 他賣出 結果他賣出來的貨 被別人接走 然後反而怎麼樣 反而 自己賣在一個最低點 你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 如果你問我這個 對於排面的看法 我會覺得說 他創新低 我覺得是一個 比較好的情況 為什麼 因為創新低 市場才會崩潰 那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就是一個 市場崩潰 技術分析 要的是要市場崩潰 因為當市場崩潰之後 就像剛剛楊大講的嘛 我們是怕指數不跌耶 因為你不跌你怎麼會有股票 你懂意思嗎 你不跌你怎麼會有股票 你如果指數一直在那邊 你根本就沒有股票 你不跌根本就沒有股票出來 所以說我們希望 一個是市場崩潰 如果市場崩潰了 那我會覺得說 這個時候 反而是 才比較有利反彈 有利於反彈 懂你意思嗎 所以我給大家看一下 在前幾天的PP文章 我有信給大家 我在 在寫哪一天 我看一下 在寫哪一天啊 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等我一下 我找一下 這個是每天都有的文章 你看喔 在前幾天我跟大家講什麼 我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緩跌的情況 其實市場不會怕 要怎麼樣 急跌的時候 市場才會怕 你要那種急殺下去 那種殺得很兇的時候 大家閃戶才會怕 閃戶怕了之後 大家把股票丟出來 那這樣子 反彈的機會會比較大 這樣懂嗎 這樣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蠻重要 那你問我說 大盤現在在走頭尖頂嗎 我不會去預示這個東西啊 因為我個人覺得說 你說大盤這邊要走 做頭嗎 呃 講實在話 我覺得不太像 我個人覺得不太像 為什麼 因為你去看 如果以整個月線來說的話 我這樣講 你整個月線來說的話 他 整個均線排列 都還是一個 多頭的情況 所以你說這邊要 直接來看空 我覺得 時間還沒有到 但是你覺得 但是我覺得他會不會修正 就在上禮拜的時候 你覺得他會不會修正 我覺得難免會 說不定下禮拜搞不好又一根 這樣 又一根給你殺下去 這樣上禮拜又一根這樣 哇 這樣再一根殺下來 其實市場會崩潰喔 市場就會崩潰了 如果下禮拜再一根殺下來 我個人覺得市場會崩潰 所以說 在現在這個時候 我只是看他 到底什麼時候 能夠出現 止疊的跡象 他有出現 止疊的跡象 我再來操作 如果他沒有出現 止疊的跡象呢 那 你們下禮拜 可能會看到 我又會繼續 跑去玩了吧 對啊 因為我這禮拜 大家都知道我出去玩 因為我覺得盤就不好 我覺得盤不好 那我就趁 我就找機會 趕快來玩 等到盤好了之後 沒關係我也會回來 懂意思嗎 因為盤不好的時候 其實你在這邊去多看多做 都是浪費 都是浪費時間 都是浪費時間 你在那邊看 一天指數每天給你上上下下 然後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一個 比較大的波動 你在那邊操作其實很難 那還不如先放鬆心情 去看一下就好了 疊到懷疑 不會疊到懷疑人生啊 那 就是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你要知道 什麼叫停損 我跟大家講 就是很多 最近才剛參與的同學 我一直跟大家講 就是你要知道 什麼叫停損 你要知道什麼叫做 該跑要跑 就是我在文章裡面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講得很明白 我總不可能跟你們說 全部空手 不可能嘛 我不可能講這種話 但是我覺得 我在文章裡面 我已經講得很明白 就是說 雙重壓力 然後我把這個 糟糕這兩個字 我都已經寫出來了 我想覺得大家應該這樣看得懂 就只能說 該降低風險的時候 你要去降低風險 然後該去 去進場的時候 我覺得各位 也要試著去 嘗試的進場 當然進場 有可能會賠錢 但是你在不 你沒有去做這個嘗試 你不知道說 到底哪個地方 是一個 比較好的位置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 在現在的操作的話 第一個 我要看了什麼 指數到底有沒有站上五日均線 我只先看這個 指數如果它有站上五日均線 下一步要看什麼 去看扣底值 看扣底值有沒有手穩 扣底值如果手穩的話 就像我這張圖跟大家說的嘛 你看喔 這張圖 我跟大家說了 去看一下扣底值有沒有手穩 如果扣底值有手穩 那當然指數就繼續往上攻 如果扣底值沒有手穩 那就代表說 這個盤 可能又會怎麼樣 反彈之後 可能又會再下去 所以我只是一步一步來去看 去推論說 未來的情況 我不會去看之後 我不會說看一個月之後 我也不會看一年之後 我不會看那麼久 我只會看說 今天發生了什麼情況 這個情況 它對於接下來的股市會有什麼影響 我就每天去看 每天做調整 所以有些人都不看每天 有些人都只 都不看一下每天的盤後稿 或是每天的文章 其實每天的文章 我都寫得非常的明白 我都寫得非常的明白 就跟大家說 你在這個地方 你要自己要小心一點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看喔 那種被套牢的 老師可以哪天發影片教學扣底值嗎 單抗文字有點難懂 你知道我為什麼不發影片教扣底值嗎 因為扣底值我都是放在上課裡面來教 所以我從來沒有發過一篇一則影片是來教扣底值 我不會 因為第一個我知道 大家看不懂 大家看不懂 第二個我覺得說這東西 對我來說是非常有價值的東西 所以我不會只 我在PP裡面我會用文字去寫 但是我希望說如果你真的要懂的話 還是上課啦 因為上課 你用應該說整個上課 然後會有一個後續LINE群的客服 你會比較懂說這個東西要怎麼用 所以我才不會說就是 用文字來寫這樣子 好啦那講到現在 講到現在 你看 剛剛有個同學講什麼 道琼還在創新高 最近台股很騷漲 會有同學講這個 會有同學講這個東西啊 剛剛有同學講說道琼還在創新高 台股很騷漲 為什麼 因為 因為道琼指數 你看我這邊寫給大家了 這一段 等一下喔 為什麼 道琼指數是什麼 傳產 跟什麼 金融 你看到金融漲 不就表示說 大家認為說 接下來可能會降低購債規模 或甚至升息 那這樣對金融股是有利的 所以這樣的情況來說的話 金融股漲 反而是一個不是好現象 所以為什麼老一輩都說 你看到金融股漲 就代表說這一波走完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金融股漲 代表說市場可能要抽資金了 市場可能要抽資金了 那你覺得股市會漲嗎 不會 所以老一輩的都會說 為什麼看到金融股漲 對股市來說不是好事情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這樣懂嗎 這樣了解嗎 這樣懂這個意思嗎 好啦 反正就是我只跟大家說就是 雖然說有時候 我的講話會比較尖銳 可是我覺得都是為大家好 就是說 希望大家是真的能夠 是好好的去降低一下 自己操作的風險 然後有些時候 就是你不要想說 太急著去賺錢 因為有時候你太急躁 你太急躁 你會想說 我卡到這個好像 我想要趕快把虧的賺回來 可是你要知道 有時候不是你的方法不對 有時候是整個大盤不對 所以大盤不對 它會讓怎麼樣 你沒有股票是會對的 懂我意思嗎 有時候不是你的方法不對 而是整個大盤的氣氛不好 所以當大盤氣氛不好的時候 你可能用同套方法 你就會發現 這一套方法為什麼 好像最近不會賺錢 沒有為什麼 就是因為大盤不好 那大盤不好的時候 你要該怎麼辦 那你就只這樣離操作 就這樣而已 你就是降低操作 然後去控制好你的虧損 就有些人會很愛凹單 就是凹了20幾% 我這樣跟大家講 你一檔股票你跌幅 你的跌幅超過10% 你還不停損 你那個就是該死 你知道嗎 一檔股票如果你是技術面操作 當然你是那種長期投資 我們不管 那如果你是那種技術面操作 你那種 停損超過10% 那個其實就很痛了 那個就很痛了 所以通常 我們不會讓一檔股票的停損 會超過10% 我跟大家講 就算是法人 你看那種投信 他們投信 他們就算賠到20% 他們就算賠到20% 他們也會強迫停損 所以為什麼跟大家講 停損很重要 就是因為 有時候你一定會停損 但是如果像這種 你發現一檔股票 可能一次修正 就是修正個三五十%的話 你不停損 你覺得 你就是怎麼樣 一次都畢業了 你這樣懂意思嗎 好啦 再來 好啦 講到這邊 還有什麼問題嗎 請問老師 市場信心和氛圍是什麼判斷 呃 市場信心和氛圍怎麼判斷 其實我覺得這個 滿 滿尷尬的 我給大家看一個東西好了 我給大家看個東西 我給大家看萊德 你有發現在 萊德在上禮拜的時候 欸 怎麼這個顏色 萊德這間公司做什麼 做光碟片的 你有發現在上禮拜的時候 1 2 3 4 5 對了 在上禮拜的時候 你有發現萊德怎麼樣 欸 大仗欸 有看到嗎 萊德是大漲 請問一下萊德做光碟片 現在誰家用光碟片 你看A片都不用光碟片 你覺得誰家會用光碟片 沒有人用光碟片啊 那這種股票為什麼這樣漲 很簡單 因為市場已經找不太到 什麼就是比較安穩的股票 所以資金就會開始來找這種就是 投機股 或是投胎股之類的 你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 我在每次看到像這種股票 像那種做光碟在漲 還做什麼 還這一檔 賣火柴的啦 台火 像這種股票在漲 其實我個人的想法都是 都是怎麼樣 都覺得 不是很舒服 為什麼 因為這種股票第一個 它沒有基本面 它沒有基本面 如果這個盤漲到是沒有基本面的東西 你就要小心這個盤真的很弱了 那如果這個盤 它還是能漲基本面的股票 比如說像 像MCU的新唐 雖然有漲 那今天就跌下來 如果像MCU 或像ABF財辦 那或是像是 比如說像 像這種 有投心在買的 類似這一種的 那如果 漲到這種是有基本面的東西的話 我就會覺得說 市場的氣氛是好的 所以說你看到這個盤 你漲到生技股啦 漲到什麼DR類股啦 或漲到一些很奇妙的 就是你可能都沒看過的股票 那代表說這個市場 氣氛是不好的 那如果你看到 漲的都是像 什麼MCU 或是ABF財辦 這種有訂單能見度 比較高的股票 那代表說 市場的氛圍 就還是好的 這樣了解意思嗎 這樣懂嗎 所以說 要怎麼看市場氛圍 我覺得一個 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 去看一下 這一檔股票 現在漲的股票 基本面倒是好 還是不好 如果漲的股票 基本面倒是好的 那我就覺得說 市場氣氛轉好 那你不要去看說 什麼 什麼面板股啊 什麼行運股 那東西它也是 能夠帶動氣氛 但它不會是最主要的 真正一個最主要 還是說 像我剛剛提到NCU這一塊 就是法人有在買 然後訂單能見度 比較高的 這種股票漲起來 我覺得對於整個氣氛來說 會比較好 然後USB4.0 概念股 這點跌到不行 是不是大盤的關係 我跟大家講啦 現在大盤在跌喔 現在個股在跌喔 你找不到什麼股 它是不會跌的啦 就你不要 像我昨天晚上 我有發一篇文章 就是說 我說技術面跟基本面 你要先關 你要先優先關注哪一個 你一定是關注技術面 因為大盤在跌的時候 它不會管你基本面好還是不好 你知道嗎 大盤在跌的時候 基本面是怎樣 不如 連一碗泡麵都不如 你懂意思嗎 基本面是不如一碗泡麵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家不管你基本面好或不好 我一定是先賣股票再說啊 那當然啦像這種 比如說像記憶體最近很慘 那就是因為他們 大家認為說記憶體爆價在下跌嘛 那所以說像這種 大家有疑慮的股票 它可能會跌得更慘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技術面不好的股票 它就是會跌 沒有什麼原因 技術面不好的股票就是會跌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 啊我的股票基本面很好 所以它不會跌 沒有這種事情 大盤在跌的時候 沒有什麼股票是不會跌的 你不要有這種 你不要有這種 我的股票很厲害 這種奇怪的幻想 基本上我個人認為是不太可能的 大盤在跌的時候 所有的股票 都是跌給你看 就這樣子而已 這樣聊嗎 那 鴻海今天平盤 對啊 那 然後咧 它的現行還是沒有好啊 所以說 那你看 那現在有同學問了 老師 請問油虧轉贏的股票 是否可以接受 那我只能說 現在的情況 你要看什麼 油虧轉贏 對油虧轉贏 很多 但是它能不能夠接受 那你應該是要看什麼 你要看技術線行 它到底有沒有轉好 如果技術線行有轉好 那就代表說什麼 代表說它還有機會 再往上攻擊 如果技術面沒有轉好 它油虧轉贏怎麼樣 也不關你的事情 懂意思嗎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 不管你看到什麼樣的新聞 看到什麼樣的消息 你就回來看一下 它的線行是好還是不好 它的線行是好的 那 它就 怎麼樣 有可能會反映它基本面 如果它的線行是不好的 你去看 基本面再好 都沒有用 它都不會長 你知道藉著這個觀念就好了 你不要去管什麼新聞 或是消息 你只要看著技術面就好 技術面好 它只會長 技術面不好 它基本面再好 它都不會長 這樣聊嗎 好啦 所以大概就這樣子啦 就是 先把 反正是 先把那個整個大方式 反正是整個 跟大家講到整個心態啦 我覺得說 大概有個正確的觀念 就是說 你不要去管一些什麼 市場上的消息 氛圍 或是什麼奇怪的基本面 或什麼財報好 或什麼營收好 那些東西都是歧視 重點一定會放在技術面 你技術面不好 你股價就不會長 所以你要專注什麼 你要專注的是技術面 很多人會犯個很大錯 就是 當股價下跌的時候 你就去看它的營收 看它的財報 就發現它營收財報很好啊 那你看 友達怎麼沒有長上來 它這時候 基本面不好嗎 那它怎麼沒有長上來 因為什麼 因為技術面壞掉了 這樣懂了嗎 你知道看技術面就好 你只要專注在技術面就好 其他東西 它可以當作個輔助 但你不要當主要 好 好啦 所以說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下週真的要綁手 我覺得還好 我個人覺得 下週如果手真的要綁起來 不會 我現在就很期待大敵 你知道嗎 我現在真的很期待 就我覺得說 如果現在又有一個 很恐慌性的下殺 我覺得我會來買 如果現在又有一個恐慌性的下殺 我會來買 我會來買 如果真的有恐慌性下殺 我是會來進場的 為什麼 因為我等的就是這樣子啊 我等的就是 恐慌性下殺 好不好 不然在等什麼 就是要等 就是要等大盤下跌 然後去找一些 有沒有什麼股票 是相對比大盤還要強的 現在的情況就是說 如果當指數下跌 有一些股票 它可能比大盤還要強 它就有可能 會變成下一個階段的 波段股票 所以我在等這個 我現在 我一直在等 我在等這個 就是我不知道哪一檔有可能 但我只知道 當大盤跌的時候 有些股票相對抗跌 它就有可能 會變成是 下一個波段的股票 就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等什麼 在等時間 就是在等時間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 是你 你該小心的時候 你只要小心 那如果你發現真的跌下來的時候 那你就不知道 你就要去嘗試去做一些進場的動作 大概就這樣子 好啦好啦好啦 不能再拉下去 我們還是稍來講一下 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好了 還是先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欸講到這邊大家有沒有什麼 先講到這邊大家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不懂的 對啊就是 還是要給大家一點信心嗎 不然跟大家說 不行地下這邊都不用看了 那當然不是很悲觀嗎 還是要給大家點信心好不好 好啦 那先來回答大家的問題好了 首先第一個 看到 301年華麗 好那看到華麗 其實像這種股票 等我一下 我覺得像這種股票 第一個 現在很多股票都長這樣子 你會發現它現在指數怎麼樣 股價還在五字均線下面 像這種股價還在五字均線下面的股票 我的想法就是先不要碰 那再來去看一下 它最近的下跌 欸都是帶量的欸 下跌又帶量的 然後上漲怎麼樣 上漲是亮鎖的 所以它最近的量價關係其實 也不是說這麼的正確 那我只能說 如果我說現在 如果現在你是說 你真的要停損的話 我個人的想法就是說 很多股票我不會去殺低了啦 在這個位置 很多股票我不會去殺低了啦 就我覺得說 這個位置你在殺低其實也不太對勁 為什麼呢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喔 像上一次 欸 上一次 股價它跌到這條均線 你會發現 跌到這條均線 它是就止跌了 那你會發現這一次股價 它又是殺到這一條均線附近 它又是殺到這條均線附近 所以說 在這一條均線附近 那你就去思考 就是說 欸這條均線 它雖然今天破了 當然有沒有可能是 跌下去之後 欸 過幾天有沒有辦法站得回來 我覺得 要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就是說 它這條均線 目前 你會看到 它的均線的斜率 還是往上的 均線的斜率往上 就代表說 這一條均線 它多少都還是有一點支撐 那如果說 這一條均線的斜率 也是往下的 哇那你是不是要小心點 如果這條均線的斜率 也是往下 就代表說 這一條均線 它可能會變壓力的 所以像這種股票 它現在已經跌到 這一條均線附近了 那這一條均線 又很明顯 它的斜率 還在上升 所以說 就會去思考 就是說 股價到這邊 它有沒有可能可以 站回這一條均線 這樣了嗎 再來 再來 那個股圍 你就是 我對台股非常好信心 別自己嚇自己 你也是吃肉太硬 你也吃肉太硬 好啦 所以這在華麗的部分 好 再來看到 負頂 8261的負頂 負頂其實真的跌很慘 負頂真的是跌很慘 你看喔 像這一檔股票 我這樣講啦 像這一檔股票 它如果反彈上去 你看喔 假設它如果 假設 假設它真的反彈上去好了 你會發現 它 就算反彈好了 它可能碰到 這兩條均線 那你想喔 下彎的均線 是股價的壓力 那現在這兩條均線 你會發現 都在股價頭上 那如果說 這兩條均線 它本身靠的近的話 就代表說 這兩條均線 的壓力 同時都在這個位置 同在這個位置 所以說 像這一種的情況 這一種的壓力 其實就會比較大 你這樣懂你意思嗎 所以你看喔 我一直跟大家講就是說 反正 你在做股票的時候 就是你要知道說 你的上方的 上方的壓力在哪邊 你下方的支撐在哪邊 那也就是說 假設這兩條股票 假設 它下禮拜真的有反彈的話 假設 那它反彈到 這幾條均線附近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說 它這邊可能 還是會變成是一個壓力 那當然啦 前提是 它要能夠反彈 對 因為像這種股票 其實你看它的周線 你看它的周線 它昨天其實這樣跌下來 下禮拜其實 我個人的想法就是 也是蠻弱勢的啦 但是它現在已經跌到什麼 它現在已經跌到這一根的起上點附近了 它現在已經跌到這一根起上點附近了 所以它有可能會怎樣 就是破下去之後 破下去之後 它有沒有可能可以拉得起來 這一種就是不太清楚 但是目前來看 它已經跌到了這一根的大量K棒的附近了 所以說這種情況就會去思考 就是說它到底能不能夠佔得回來 我覺得佔得回來是比較好啦 那如果佔不回來 那當然我個人的想法就是掛了啦 但是我覺得它一個比較重要的是它引收 就是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大家去看一下 它當時會上漲的時間 它6月的營收非常的好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它7月份的營收怎麼樣 它7月份的營收是衰退的耶 它7月份的營收是衰退的 你看喔 它去年的時候 6月份的營收跟7月份的營收 去年的時候 7月份是比6月份還要好 但今年卻是7月份比6月份還要差 所以像這種狀況大家就會去思考 就是說它是不是營收出了什麼問題 基本面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它才會被砍成這個樣子 這樣懂意思嗎 就是你在看這東西的時候 你要去知道說為什麼股價最近會 為什麼股價最近會跌得這麼慘 就是因為它現在的狀況是 它的7月份營收比6月份還要衰退 那去年是7月份營收比6月份營收還要好 所以一來一往之下 大家發現你衰退的有點嚴重耶 那這樣市場上就會比較害怕 所以這個是在負頂的部分 那只能說我們還是先來看一下說 它到底什麼時候能夠止跌吧 那再來看到剛剛同學問到威剛 威剛也是一樣啊 那其實我個人覺得威剛這一檔股票 其實真的蠻慘烈的 怎麼說蠻慘烈的呢 你看喔 我們把這一條均線拉過來看 你可以發現喔 在前幾次 前幾次 你會發現股價 它跌到這一條均線 它大概都有守住 但你會發現它這一次跌到均線怎麼樣 欸 它完全守不住耶 完全一路給你破下去 那為什麼記憶體最近會被跌這麼慘 就是因為大家認為說記憶體的報價 大概第四季可能就會下跌了 所以現在第三季大家已經可以先去思考一下第四季的情況 那我這樣只能跟大家說會不會下跌 其實不知道 因為這個都是外資出了報告 所以當然市場上的想法就是說 反正外資出了這份報告 那大家看到外資覺得說 記憶體報價會下跌 記憶體報價下跌 那當然大家先賣股票再說嘛 就跟面板報價下跌是一樣的情況 那只能說像這一檔股票 你看喔 它過去的情況就是守住這條均線 但是像現在這個情況 它已經守不住這一條均線了 所以守不住這條均線的話 某個程度來說 它比大盤還要弱 因為你看喔 大盤 大盤 大盤現在大概跌到這一條均線附近 可是你看威剛 欸 它已經怎麼樣 已經跌破這條均線 又再怎麼樣 又再多破兩根 所以說這檔股票目前來說 它比大盤是還要弱勢的 所以像這種比較弱勢的股票 你問我它會反彈 它可能會反彈 但是它反彈之後 它能夠再繼續走強的機會高嗎 我覺得機會是比較小的 因為從現在來看 它是比大盤還要弱勢的 所以現在的情況 我的一個選股的邏輯是說 我會去找比大盤還要強勢的股票 反正現在比大盤弱勢的股票 有些股票它可能會出現反彈 但這些反彈可能有些 它只是單純的跌升反彈 這種跌升反彈 但你要去搶反彈 我個人是覺得 隨便你up to you 好不好 但如果說 就是你想要去走那種 比較波段的行情的話 關鍵還是去找 比大盤強的股票 這樣會比較好 再來 所以這個是在威剛的部分 我覺得說目前來看 它是已經比大盤還要弱勢了 好那再來看到 和索 4938和索 合索也是一樣啊 你看喔 合索這樣也是一樣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喔 像 上一次 你看合索 你會發現 合索 你看 這樣有沒有看得很明顯 你看喔 每一次 這什麼時候 2020年5月 從去年5月份開始 你會發現 Dial這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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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懂嗎 這樣有看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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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這樣看懂不看懂 反正現在盤爛 我們就來做一些教學好了 反正現在盤爛 我們就來做教學了 就是現在 你要我去講什麼 我說真的 你現在叫我去講那個 就是要注意什麼股票 我講不出來耶 就我今天在直播前 我有大概去掃了一下 就發現 看來看去 大家股票都一樣爛 我還真的選不出來股票 真的選不出來股票 所以現在 反正股票這麼爛 那我們就來做一點教學好了 你看喔 有看懂 有看懂花這幾個圈圈嗎 有吧 我這樣講 每一檔股票 你看喔 像剛剛威鋼 威鋼 我們是拿哪一條均線 我是拿這一條 我是拿這一條 好那你看像和索 和索 你拿這條合適嗎 但就不合適啦 和索你要拿哪一條 你要拿200均線來看的 會比較適合 好那你看 以過去來說的話 過去從去年五月份來說 股價每一次回到200均 每一次回到這邊 回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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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 每一次回到這邊 都有守住 但是你會發現 這一次的情況 好像不太一樣 你會發現這一次 股價 好像 已經 破了 這條均線了 有看懂嗎 有看懂嗎 所以像這一種的情況 就會認為說 他如果還 還站不回這一條均線 我就會非常小心 合索這一檔股票 因為是什麼 因為他的慣性均線 就這一條200均 這一條200均 如果破了 站不回去 就代表說 他的整個趨勢 都有問題 他的整個趨勢都有問題 那這種股票 你要看他要幹嘛咧 懂的意思嗎 所以說 其實每一檔股票 都有他的慣性均線 或是有他的支撐壓力戰 那你就是能去看他說 他要去注意哪一條均線 那像這條均線 你會發現說 這條均線破了 那上方還有哪一條 上方還有這一條 72 你會發現 過去很明顯怎麼樣 股價反彈到這邊 反彈到這邊 反彈到這邊 原來過去的股票 反彈到這條均線都站不上去 所以他現在是一個 上面有壓力 然後下面的慣性 慣性支撐的均線 也破了 所以這種股票 我個人的想法就是 我會比較小心 我個人的想法就是 我會比較小心 好不好 所以就是這樣子看 好 那再來 下一檔 忠實化 嚇我一跳 忠實化 好 看到忠實化 好 像忠實化 這檔股票 你要看哪一條均線 很明顯吧 哪一條 這一條 這一條 為什麼看這一條 因為 你看喔 因為 上次股價 它跌到這邊來 它沒有反彈 有 跌到這邊來 它沒有反彈 有 但是你有發現 現在的情況 你看喔 在前兩次股價 跌到這條 跌到這一條 72均線的時候 股價有出現反彈 代表說 這一條均線 在當時 它是有一個支撐的力道 那你有發現 現在股價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好了 你會發現現在的股價 它自從跌破之後 它跌破這一條均線之後 它反彈 有站上嗎 欸沒站上耶 它反彈是沒有站上的喔 而且這一檔股票 它目前是比大盤強 還是比大盤弱 應該是比大盤弱吧 因為大盤才怎麼樣 才剛跌破 這條72均線 但忠實化 它是已經跌破之後 反彈又站不上 所以這一條均線 如果它一直沒有站回去的話 這一檔股票 都還是偏向弱勢 懂意思嗎 你看喔 每一檔股票 都有適合它的均線在 或是有適合它的支撐壓力在 所以你要去看它到底哪一條均線 對它來說會比較合適 那你就是用那一條均線 去當作一個判斷的指標 這樣了解意思嗎 好再來 所以這個是忠實化的部分 好那再來看到金豪科 欸這樣講 這樣講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 就是說每一檔股票 你要去把它的那一條 慣性均線給找出來 當這一檔股票 還沒有站回它這一條均線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需要太過去琢磨它 因為一千多檔股票 我們不可能每一檔股票都去看 那只是說你看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喔這一檔股票 它現在可能不太對勁 那我就先不看它了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那個 怎麼會有人說不理你了 好啦不理你 不要不理你 你要說哪一個 我理你一下 你要看誰啦 買600以下 台積電就對了 不用怕跌 現在還不錯喔 竟然有600以下 好啦 這樣OK嗎 剛剛這樣講這樣聽得懂嗎 對 對 有通用到 他說現在幾乎每個線都變完了 對 所以你看喔 你看了這麼多股票 每個線都變完了 你覺得大盤會好到哪去 你覺得大盤會好到哪去 大盤就是有1700檔股票 組合而成的 那你看到這麼多股票的線都彎下去了 你覺得大盤會好嗎 不會 對 對 懂意思嗎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run一圈就知道 為什麼大盤會這麼弱 因為 很多股票的線型都不對勁 股票的線型都不對勁 那 當然 你覺得大盤會好到哪去 就不會 而且你要看喔 台積電還沒有跌喔 這麼大這個台積電沒有跌喔 如果台積電跌下去 你都知道說 這個盤到底會殺多深 好 再來 他知道 他知道問誰 我看一下 6233 我們來看一下 旺9 好像這種股票喔 其實這種股票 其實 我個人的想法就是說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首先來看個東西 假設 因為我不知道你買在哪裡 我不知道你當時是買在哪裡 你有可能買在這個位置 35.1 你有可能買在這個 最高點 53.5 但是我只能跟大家講一件事就是說 你在看一檔股票的時候 你要知道他什麼時候 有問題 好比說你要去看 像你看喔 他當時在這個位置 欸 站穩這條捐線之後 股價開始往上走 他跌到這條捐線的時候 你會發現股價 欸怎麼樣 有反彈一波 有反彈一波 但是他到了這一根K棒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怎麼樣 他破了這條均線了 你看喔 在前一次股價 他守住這條均線 所以後來股價往上走 他在中間的時候 他跌到這條均線 後來股價也有出現一個反彈 但是在這一次之後 他跌破了這條均線 是不是就表示他一個慣性的支撐怎麼樣 已經破了 這樣你懂的意思嗎 所以代表說他一個慣性的支撐已經破了 慣性支撐破了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 你 我對於這條股票的想法就是 欸 那我就只能 就只能先 就只能賣阿 不然你怎麼辦 對不對 就我看 如果我看到這一條線 假設我看到這條 假設我有這張股票 我看到這條線破了 那你就會怎麼樣 我一定是賣股票 我一定是先賣 我不會去等他 我不會等他 會不會反彈 我不會 我的個性一定是先跑再說 我比較怕死 懂我意思嗎 我比較怕死 就是我看到股票跌 我會很怕我會跌更多 所以我會先跑 就是說 在某一些情況來說的話 當我看到像這一種狀況的時候 他之前 手速這條群線 但這一次沒有守住了 那我就先跑 那以後有站回來 是以後的事情 但是我當下看到的狀況是 我想要先跑 那至於說 現在的情況怎麼樣呢 現在的情況就是說 你看喔 現在股價 現在股價 欸 他又跌到了 下面這一條均線附近 所以說這個位子 你說要砍也不對 不砍也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看喔 他在今天的時候 去注意一下 他這兩天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現在越跌怎麼樣 你會發現 從第一天開始下跌 跌到這邊來 現在越跌 量已經開始有點 開始縮了 那越跌量 越縮 代表說那個追殺的力道 是其實還降低的 就追殺的力道 還降低 但是你說這種股票 他要能夠 立刻 反彈讓你解套 或創新高 我個人是覺得 是有難度啦 當然跌升的會反彈 但是他能反彈到哪裡去 這個就是一個 未知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就是一個未知數 所以 你問我說現在該怎麼辦 其實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講這樣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我只能說 現在就先看他到底 有沒有反彈 那因為他現在的量 一直在萎縮 所以他有反彈的條件出現 但是他有這個條件出現 不代表他一定會反彈 只說他已經有條件出現 是比較有利於 後續他反彈 只是反彈之後 他上方的均線 都還是一個壓力 這樣看得懂嗎 你要知道反彈之後 他如果碰到上面的均線 他還是一個壓力 如果你不懂這種概念 你就把大盤拉出來看 你就會看 當時的大盤 他反彈之後 碰到上方的均線 是不是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壓力 碰到壓力之後 他如果站不上 他又會再怎麼樣 再繼續下來一次 這樣懂嗎 那如果有站上上方的均線的話 就表示說他有站上壓力 他就還能夠再持續的往上走 所以接下來的操作 我不知道他會怎麼走 但是我只會根據說 他發生了什麼情況 我去判斷說他可能會怎麼走 這樣OK嗎 好 請問那個帥哥老師 剛剛不是要說金豪科 都這樣講了對不對 好啦 靠怎麼那麼多的金豪科啊 也太多人有金豪科了吧 每個人都有金豪科 大家知道 到底是有哪個 王八蛋的分析師在喊金豪科啊 好啦你看金豪科 你就這樣看就好了 就這樣看就好了 你這樣看應該看得懂了吧 這樣有沒有比較明顯呢 有嗎 這樣有嗎 就是你有發現他現在已經剛好跌到 均線這邊來了 所以說 那我覺得說只要他能夠 站回來這一條均線 我覺得短期內就還好了啦 如果他能夠站回來這一條均線的話 306有講過嗎 那我剛沒有講過吧 我剛沒有講過吧 有我想過嗎 我是得了失憶症 好啦 我要怎麼提一下 我好像沒有畫這一條均線 就是說 因為現在的情況 是大家覺得說 我到底股票 我手中股票到底該怎麼辦 那 有些人覺得說他是剛跌 還是他之後會再跌下去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想要知道這個 可是你要怎麼知道說 他 會不會再繼續跌 或跌的機率高不高 那你就只能看下方的一個均線的支撐 那好比說像這張股票 他過去 他跌到這條均線了 欸 跌到這條均線 雖然他會跌破 但是可以從上一次的知道說 欸他跌破之後 他還是有在想辦法 站回來 所以如果說 假設 假設你有這張股票 假設你有這張股票 那我只會去關注說 他接下來幾天 就幾天內 他能不能夠站回來 如果你發現他之後反彈 還是站不回這條均線的話 那你自然而然你就自己要小心一點呢 那如果說他如果有站回來這一條均線的話 那當然他就比較有機會去走一個反彈的走勢 大概就這樣子 你只能看這一條均線 他到底有沒有能夠守住 因為畢竟這一條均線我們可以知道說 從過去的經驗來說 這一條均線對他來說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還是只能跟大家講 就是說像這種股票喔 你自己反彈你還是自己小心一點 就是你自己反彈還是小心一點 因為畢竟 呃 他的這一波的跌幅 他這一波的跌幅其實算很重 你看喔 他是這種很陡的下跌 像這種很陡的下跌 其實 都不是什麼好現象 我們我要跟大家講 關鍵就是說 當你發現一檔股票是很陡的下跌的時候 都不是什麼太好的現象 而且你看他這禮拜的周線 他這禮拜周線也是一根很大根的黑K棒 直接怎麼樣 直接把前面這一根 把前面這一根給怎樣 給跌破了 把前面這一根紅棒的低點給跌破了 所以說這種股票其實 就算只有反彈喔 我相信他還是要很長一段時間 需要整理的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金豪科大概就這樣看 好 再來 再來 這是 然後有人問說 會不會要攤平 我個人是 我個人的操作是絕對不攤平的 我個人的操作是絕對不攤平 百分之一萬不攤平 什麼攤平 假設我 我跟你講假設 我跟大家講一下 攤平跟加碼的不同地方好不好 假設我這檔股票 我是買在 我是買200塊好了 假設 如果你在 假設我在150買了一張 我現在股價跌到140元 我再買一張 這個動作什麼 這個動作叫做攤平 為什麼 因為你第一次的成本在150 你現在股價跌到140 代表已經在你原本的成本之下了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攤平 因為什麼 代表說你原本是虧損 你還去買 那是叫攤平 那如果現在股價是150 欸 假設你第一次買150 之後股價 漲到170 你再去買一次 這個叫加碼 為什麼 因為你原本的庫程是賺的 所以說我們在操作股票 我們只會做加碼這個動作 我們不會做攤平這個動作 懂我意思嗎 我們只會做加碼的這個動作 我們不會做攤平這個動作 因為攤平這東西 你不知道說哪邊才是底部 如果你真的這麼厲害 你在一開始你就不會賠錢了 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真的知道說 股價跌下來這邊是底部 那你在一開始你第一筆交易 就不會賠錢了 OK嗎 那就是因為你沒那麼厲害了 所以你第一筆交易才會賠錢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在操作的過程 我們只會做加碼這個動作 我們不會做攤平的這個動作 OK嗎 好 再來 大盤會在跌 可以追空嗎 我這個位置我不會想去追空欸 我真的 我這個位置我不會想去追空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就在等說 等市場崩潰嘛 就是 但我覺得市場已經快要崩潰了 我個人覺得市場已經快要崩潰了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覺得說 如果有辦法可以殺破了 這個低點 多少 16893 其實 差不了多少 再殺個200點 再殺個200點就很夠了嘛 如果有辦法跌破這個位置的話 我覺得市場就會崩潰了 因為大家看到前波低點已經破了 我覺得市場應該就會崩潰了 所以 你說這個位置去追空嗎 我個人想法是 我個人是 不太會啦 我個人不太會啦 但是如果他反彈 假設他跌破前波低點 他反彈還是沒有力的話 那這一種我就會覺得 比較可怕了 這一種我就覺得比較可怕了 所以你說會不會追空 我個人 我個人是不會啦 那我只會先稍微等一下 這樣子 好那再來 我也剛講完了 華遜 華遜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那個驅動IC三家嘛 天玉 敦泰 跟華遜 好像華遜這一檔股票 其實 呃 我個人的想法就是說 他也是蠻淒慘的啦 怎麼說呢 你把這一條均線攤開來看就知道了 你看喔 上一次疊到這邊來 欸等一下 怎麼是這樣子 上一次疊到這邊來 疊到這邊來 疊到這邊來 你會發現 前幾次他都怎麼樣 他都有撐住 那結果這一次 他疊到這邊來 欸他沒有撐住了耶 你會發現 他撐不住了 所以他撐不住的情況之下 像這種情況 就表示他已經把 慣性均線都給跌破了 像這種慣性均線都給跌破的狀況下 我就會覺得說 這一檔股票 他本身是弱勢的 你這樣懂嗎 因為他慣性均線已經破了嘛 你看喔 過去幾次股價跌到這邊來 跌到這邊來 跌到這邊來 他都怎麼樣都有撐住 跌到這一檔均線他都有撐住 但現在的情況是他撐不住 撐不住 那當然這一檔股票 我就會覺得他是個弱勢的股票 好不好 線好像無線譜 每天往下 你現在看很多股票的線都是跟無線譜一樣 很多股票這樣都 你看像連電 其實我個人是蠻看好連電的 我個人是蠻看好連電的 我就是 應該知道說 我個人是蠻看好連電的 但是 你說大盤 不好的時候他會漲嗎 不會 他照樣點給你看 那所以你問我連電現在的狀況是如何 我只能說 就這樣子阿 不然能怎麼辦 就其實 以 以 以連電這個狀況來說 你覺得他 你問我他現在好還是不好 我剛才跟你說他不好阿 他現在怎麼樣 就是跌下來了 他現在跌下來了 那像這種跌下來的情況之下 那 你 第一個想法 如果你還有的話 那你要問他什麼 你一定是看他說 他到底在這個位置 能不能夠先止跌嗎 那止跌的條件是什麼 止跌的條件一定是他能夠站上 五日均線 就這樣子 止跌的條件一定是他能夠站上 五日均線 沒了 就只有這樣而已 所以說如果你是 你是現在還有連電 那你只能等他止跌 你也沒有什麼其他可以做阿 因為這個位子你說 要我去砍他嗎 我也不會去砍 那我只會等他止跌 止跌之後 再說吧 好不好 止跌之後再說吧 不然你也 你也不能怎麼辦阿 止跌之後再來吧 再來 綠色 綠色線 老師你是看幾支線 現在還有人問我說 綠色線是看幾支線 這個一定是新來的 完全沒有在看我直播 綠色是這條 是72 綠色是72 這條均線 72均線 好 那再來 看一下 呃 請問現在 你看 又有人說 連電可以接嗎 唉 我真的覺得我每一次直播 都好像一直重複一樣話 你都要記得你不要去低接股票 你不要滿腦子都想去低接 你不要滿腦子都想去低接股票好嗎 你要等他什麼 等他有止跌之後你再來買 你不要想說能夠去低接 懂我意思嗎 等他能夠止跌之後你再來買 那再來 如果一檔股票他能夠一路的往上走 他的均線排列一定要正確的 如果你發現他的均線排列是不正確的 你也不要去期待他能夠一路往上走 懂意思嗎 你只要借這個東西就好了 那就好比說聯電現在股價 他有站回五日均線嗎 沒有 他沒有站回五日均線 那這一種比較好的情況是什麼 就看 就看戲就好 就看戲 你不要有什麼太大動作 像很多股票都這樣 像很多股票都是沒有站上五日均線 那你只要有一個這個觀念 沒有站上五日均線 你就是不要看 你就是看他就好 你不要有太多的動作 懂我意思嗎 你只要有這個觀念 沒有站回五日均線 他就是怎麼樣 你就是看著他就好 你不要有太多動作 這樣OK嗎 對啊 所以沒有什麼股票可以說 是啊 你看喔 從過去幾天下跌 那個中間去接的 每一天都在接到 每一天都在接到 為什麼 因為大家想說 跌到這邊差不多 跌到這邊差不多 什麼叫跌到這邊差不多 我們不知道欸 什麼叫做跌到這邊差不多 這個差不多是你怎麼判斷出來了 用拆的嗎 還是用託夢的 還是用聯想的 我們不知道 但 你在操作 你應該是個有憑有據 而不是你用拆的 你懂我意思嗎 不是說跌到這邊 我覺得他差不多了 你覺得 可是市場不覺得 所以我們一個判斷的條件就是說 什麼樣叫止跌 站上五日均線叫止跌 那沒有站上該怎麼辦 你就是等 就是等 就這樣子而已 我們不會想說去買在最低點 因為最低點我們不知道在哪裡 但我們會希望說買在一個是 他能夠止跌的點 你這樣了解嗎 你這樣了解嗎 所以 現金放口袋他不會咬人 你嫌錢多你可以捐給我們好不好 就是 或是你可以捐給其他人好不好 現金放口袋不會咬人 所以你問我說 現在這幾天幹嘛 我也很老實跟大家講 現在這幾天我都在看戲 對 我就在看戲 就 那時候出去玩 玩回來之後 我還是覺得 我還跟楊大哥講 我是應該多玩一個禮拜 我是應該多玩一個禮拜 就可能 把那個拳台都再玩一遍好了 這我應該是應該多玩一個禮拜 就是 沒辦法 盤這樣 盤如果是這個樣子 你就要有點耐心去等他 就這樣子 好不好 好再來 再來 看到 好 剛才問了一個問題 老師 請問一下 6191前半年賺2.5元 股價一直不動 一直在34塊左右 公司有實施庫廠股 OK好 這個問題是大家很容易會看到的問題 來剛剛 這個同學問了這個 小香 但我們又要針對你這個問題的意思 我只能說 像這樣子 前半年賺2.5元左右 那你看這個數字本身有意義嗎 答案是一點意義都沒有 一點意義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 前半年賺2.5元 那請問一下 下半年他能賺多少 你知道嗎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誰知道 懂 懂意思嗎 你上半年賺2.5元 但是大家 大家care的重點 不是你上半年賺多少 大家care的重點是 你下半年能夠賺多少 所以為什麼 我一直跟大家說 你不要去看 基本面跟看 不要去看營收 看財報 那個東西不是沒有用 只是 很多人會 被他給誤導 誤解 你懂意思嗎 那個東西不是沒有用 我要承認 基本面 他是有他的用處 因為基本面好的 就像我剛剛說 我會去看NCU 看ABF財辦 那是因為他訂單能見度 那這個東西偏向基本面 但是我基本面 我不是只會看數字 數字 你看到營收 跟看到的財報 他都是個過去式 他上半年賺2.5 So what 沒有人在意 他上半年可以賺多少 我在意的是 他下半年可以賺多少 請問一下 這邊誰能夠告訴我 他下半年能夠賺多少 沒有人 為什麼 沒有人知道 誰知道他下半年能夠賺多少 那你不知道他下半年能夠賺多少 上半年賺多少的數字 是有意義嗎 沒有 完全沒有意義 我們來看一下 像剛剛很多人問的金豪科 他上半年賺多少 他上半年賺多少 賺了快7塊 他去年可能還賺不到2塊 結果 股價跌得比誰都還要中 你看威剛 他上半年賺多少 他上半年賺了快9塊 去年了不起給他賺2塊多3塊好了 成長3倍 結果呢 他跌得比誰都還要中 所以你們去看這些數字 你有發現這個數字到底哪邊出問題嗎 沒有啊 上半年的數字非常漂亮 但是沒有人會在意他的數字多漂亮 你這樣懂意思嗎 沒有人會在意他的數字多漂亮 為什麼 因為那些東西都是過去的事 所以你 為什麼很多 我這樣講 很多人 他可能原本不會賠這麼多的 他看到銀售數字很漂亮 他捨不得看股票 他覺得這個銀售數字會回來 結果很多會拿航海王的那個銀售 過去的銀售來說 他本益比很低 問題是有人會在意 有人會在意他的 有人會在意他的 過去的銀售 不會 大家不會在意過去的銀售 大家只會在意你未來的銀售 但是未來的銀售 我跟大家講啦 我跟大家講一個東西 你覺得 我們知道外資或是很多研究員 我跟大家講認真聽喔 外資或是很多研究員 他們為什麼能夠估出來 公司的銀售 有人知道這個問題嗎 外資或是很多 那個像 券商的研究員 為什麼他們能夠估算出來 公司的未來的銀售多少 有人知道這個問題嗎 有人知道嗎 為什麼外資或是 很多券商的研究員 他們能夠估算出 公司的銀售多少 有人知道嗎 沒有人知道 算了 我直接講大家好了 為什麼 因為公司講的 因為公司跟他們講 公司不會跟你講實際上的數字 他們可能會透露出一些 我可能今年某樣產品 可能預估我會出多少的貨 某樣產品我可能會出多少的貨 他會把這東西講出來 那研究員在根據他們給的這些資料 然後去推算出 他可能會出多少的貨 再來去回推他的營收 所以 所以 你覺得 你有辦法拿到這些資料嗎 沒有 有 那為什麼他們能拿到 因為是公司講的 公司沒有講 請問一下 你是會通靈是吧 所以為什麼散戶 但是散戶很喜歡 很喜歡用這個東西去看 散戶很喜歡用過去的營收 跟過去的財報來看 問題是 我們第一個 我們不是研究員 第二個 我們沒有辦法去拿到 這麼細的資料 那為什麼公司會給 很簡單啊 你如果跟公司講說 我是那個Morgan Stanley的研究員 我問你 你覺得公司會給他資料 一定會啊 我公司如果我知道 我自己財報好 我會不會給外資研究員資料 一定會 我會不會給基金經理人資料 一定會 因為我知道 我只要給他們 一個好的數字 他們寫完報告之後 可能平價買進 大家看到外資平價買進之後 請問一下 市場會有買盤去買那個公司 會 那公司的股價 是不是可以跟著上漲 這樣你懂意思嗎 所以為什麼 很多公司他會去 放一些消息出去 就是因為 他也希望他們家股價可以漲 那為什麼公司不會放散戶 啊你散戶是能買多少張啦 買一張買兩張結束 那對我股價有什麼幫助 啊可是外資不一樣啊 人家錢多 錢多 我只要放個好消息給你 欸你寫報告我寫買進 你是不是市場看到之後 欸你也可以來 也可以來買我們家公司的股票了 懂意思嗎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就是說 很多東西就是你們可能不太知道說 這個市場到底是怎麼玩 當然這東西我也不會講那麼細啦 我覺得我只能跟大家講個大概 但是我只能跟大家講說 很多東西是 玩法不是你想的那個樣子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 你要專注在技術面 而不是去專注在過去的基本面 因為這東西沒有人在看 不是說沒有人在看 就是沒有人在看 但是它 市場的反應是 反應在未來 這樣了解意思嗎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通常 通常來說 這樣通常 那也是很厲害 他能自己估算出來 有那種很厲害的啦 但是如果你要把那個數字 比較準確的估出來 通常都是公司給的 通常都是公司給的 好吧這樣應該 應該 他也不算內褲線 他不算公司不會給你一個實際的數字 但他會給你可能 一個某樣東西出貨出多少 那某樣東西出貨出多少 你可以要根據他的可能 出給下游 再從下游那邊去交叉比對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你不要去專注在過去的營收 跟過去的獲利 因為沒有人會在意這個 大家在意的一定是 未來的營收跟未來的獲利 這樣了嗎 是啊 線不會騙你 那消息也是假的 因為大家知道消息有誤差 一定會怎麼樣 會賣股票 消息不好 掌握消息的人 他一定會先賣股票 那先賣股票 他會顯示在什麼 顯示在技術線型上面 顯示在量價關係上面 所以那消息好 有人會不會去買 會 他會顯示在哪裡 顯示在技術線型上面 所以 與其你要說去掌握這些內線消息 你還不如去好好把那個技術線型給好好學好 同意思嗎 所以說這東西我只能跟大家說 反正現在大盤下跌 那我覺得說講太多的股票 可能對大家幫助也不大 倒不如趁現在這個時間 跟大家講一些比較正確的觀念 讓你們有個比較正確的觀念之後 起碼之後 不要被當韭菜來割 不要看到某某老師跟你說 他有掌握什麼很奇怪的內線之類的 罵到騙人 內線然後被抓了 懂意思嗎 或是去看說 就是 反正不要被騙啦 大概是這樣子 不要被騙啦 就是盡量 學會保護自己 當然你的操作 不可能不賠錢 我講操作你不可能不賠錢 你沒有說你進了廚房 然後不會怕被切到手 不可能 但只能說 我們再盡量去 用一些方式式 好好的保護自己 好不好 好那再來 像剛剛同學問到說 外資連買好多天 通常來說 外資連買很多天 這種 它的可信度高嗎 我個人覺得其實是還好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我這樣講 外資 它 有分成是真外資 或是假外資 那有些外資是 真的是很要求的外資 對 那現在很多葛日聰 他們可能也藏在外資裡面 所以外資券商的戶頭 其實非常的雜 你根本不知道 是誰買的 你根本就沒辦法去瞭解說 他是誰買的 所以通常我們在追外資的籌碼 我個人覺得是比較難追 就是因為外資籌碼非常的雜 就可能 可能今天是公司老闆買的 可能明天是超盤手買的 可能後天是葛日聰買的 就你 沒有辦法知道說 它一個比較明確的狀況 所以通常外資連買很多天 很嚴重的情況 我個人覺得是先觀望就好 我不會把這個東西當的太真 我不會把這個東西當的太真 就是 我只會覺得 我只會有個印象說 它外資買很多天 但是我不知道誰買的 就籌碼來說 它還算是一個 比較好的現象 但我不會把這個當作是我唯一的判斷 這樣了解嗎 我不會把這個當作是一個唯一的判斷 所以說 針對外資買的這個東西 其實 呃 呃 我只能說 等一下 我進廚房常常切到手 那你應該是要 那你應該是 要好好的去修煉一下自己的廚藝 而不是 而不是來看股票 好啦 所以說我們在看籌碼的時候 就是 第一個因為外資的部位很雜啦 外資部位真的太雜了 所以 通常我們還是去看一下 以現行為主 籌碼為福 懂意思嗎 現行為主籌碼為福 就是你 因為你不知道說他們到底是 買是在買什麼意思的 好 再來 好 再來 再來繼續繼續下去 剛剛我同學問到 像天玉 496月天玉 像剛剛的 驅動IC的三隻嘛 敦泰 天玉跟華訊 那像天玉這樣的股票呢 像這種股票其實 我的想法就是說 你有沒有發現 上面 這幾條均線 都還卡在這邊 上面這幾條均線 都還卡在這邊 那 然後勒 你會發現 就算股價反彈 他怎麼樣 他還是會 在 遇到壓力 可能要繼續下去 所以說 像這種股票 你發現均線都在頭上 其實這種股票 短期內 我個人是不太會去碰 因為我覺得說 均線都還在頭上 除非他 除非他能夠 佔回 所有的均線 喔 那這種另當別論 但他在還沒有佔回均線之前呢 我的想法就是 比較偏向 這種股票 我是會 我是會蠻小心的 我還是會蠻小心的 再來 汪汪講到 老師可以解一下定定嗎 定定是誰啊 定 定銀嗎 還是 還是廣定 應該是 應該是定銀吧 應該是定銀吧 其實定銀這種股票 其實我本來還蠻看好他 我本來還蠻看好他 但是我覺得現在盤這麼爛 你看好誰 都差不多 都一路跌給你看 其實我本來還蠻看好他的 但我覺得現在 不管是誰他 不管是好股票 爛股票 其實他都是跌給你看 那我看好他的原因其實在於一個 就是說 就 我覺得他是 第一個就是 如果以他的營收來說 我覺得他營收 你看喔 就是以他的營收來說 他 6月份的營收是創 歷史 這個 這上面是人營收 然後6月份營收 7月份營收是創歷史次高 但創歷史次高的情況之下 股價好像還沒什麼動靜 這是我第一個會注意到他 但是我這張股票 其實我第二個會留意到他 是他的CB 就是可轉債這一部分 就是他可轉債是我比較會 會去關注他的 只是說 像 這個 這個 我根本講 這個東西講完之後 大概可能要10點 而且這東西我覺得有點深 所以 可轉債這一部分 我就先跳過好了 反正只能說 這張股票我會很注意 一個價位是這個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會很注意 23塊1這個價格 我會很注意這個價格 就是我會非常注意23塊1這個價格 我會看這個價格 它到底能不能過去 如果這個價格能夠佔上的話 那我就會覺得說 這一檔股票有賺強 那如果這個價格沒有佔上的話 我就不會去看它了 懂意思嗎 我只會看這個價格 就看23塊1這個價格 它到底有沒有能夠佔上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這一根 反正這檔股票我一直在等它 就是我 這檔股票我就在等它 等它什麼 等它到我要的情況 那你看喔 如果以這一檔股票 這樣來說的話 如果你把這一根大量這樣畫起來 像這個 這個價格大概好像 我沒記錯 大概好像也是在23塊 23塊3吧 反正23塊1 23塊3這邊 就是 嗯 我只會去看說 這個價格到底有沒有佔上 因為假設 這個價格如果有佔上的話 那代表說它過去的這一年的低薪 就打成了 就打好了 所以我會關注在這個位置 那它如果沒有佔上咧 沒有佔上我就不管它了 反正我一直都在等什麼 我一直都在等一個價格佔上而已 我只在等這個 其他我就不怎麼管它了 好 再來 所以說其實像這一檔股票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 我個人是看好它 我個人是看好它 但是 看好歸看好 我還是要等到什麼 等到它現行轉強之後再來 就是我不會想去低接 我覺得大家會賠錢 因為不是說會賠錢 我覺得大家一個問題 這問題都出在的時候 很愛去低接股票 但是我其實在操作過程當中 我個人是不喜歡去低接的 因為為什麼 你要想一檔股票 我們希望買股票是買強的還是買弱的 當然是買強的啊 那你覺得強的股票會跌下來給你買嗎 當然不會好不好 強的股票它基本上是不會跌下來給你買的 你要懂這概念喔 強的股票它本身是不會跌下來給你買的 會跌下來給你買的通常都不是強的股票 所以大家很多人想要買強的股票 但是又想要低接 你不覺得你的操作邏輯是矛盾的嗎 這樣了解嗎 強的股票它不會下來 一旦下來之後這一檔股票就不強了 那可是大家在買股票的時候 你問大家喜歡買強的股票還是買弱的股票 大家一定都跟你講說我喜歡買強的股票 問題是強的股票都沒有下來 但是大家偏偏很喜歡去低接股票 那你低接股票就代表說你買的一定不是強的股票 你這樣懂意思了嗎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的操作邏輯是矛盾的 如果說好我喜歡買低接股票 那你當別論嘛 但如果說我想要買強勢的股票 你不應該是用低接的 為什麼 你要等它突破之後再來進場 那如果說你想要存股 你想要長期投胎 OK那你可以去低接 我沒什麼意見 那如果說你是想要買強勢的股票的話 你不應該用低接的模式 這樣了解嗎 就是 但是追高這東西 只能說是 你去追你還是有一點方法 你要去看什麼 你要去進場 你要看什麼 你要看它均線的開口 看一下均線的排列 你要去看一下它當天的預估量有沒有增加 看一下股價有沒有在均價線上方 這個都是我們在當天你要去進場 你要去看的東西 如果條件沒有符合 那我們就再多看一下 反正多看一下不會賠錢 對不對 那如果真的不行 我了不起我尾牌再來買 總可以吧 對不對 就是 有些東西說 我覺得大家其實 我覺得大家只是 觀念上的釐清而已 其實問題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觀念上的釐清 我覺得觀念上的釐清就是 釐清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操作可能會突然進步很多 因為有時候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只是一個觀念 你把它轉通了之後 你就發現 原來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下跌的時候可以避開 就是因為 你會發現說 怎麼好像我們都選不到什麼股票 對 就選不到股票啊 對 因為它不符合我們的進場條件 所以你會發現 你這段時間你選不到股票 那選不到股票的情況之下 不就讓你順勢可以避開風險嗎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我在教大家的方法 就除了是選股票之外 其實在這種下跌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也可以去避開掉很多風險 好 那再來有同學講到說 那當下搶買來的破五 尾盤進才比較好嗎 呃 我不能說尾盤進或是早盤進 我跟你講早盤就是在9點開盤 尾盤就是大概1點過後 拿個時間買比較好 沒有一定 那如果你要選一個比較安全的時間 一定是在尾盤的時候去買 那如果你想要賭一下 那你可以在早盤的時候買 各有各的風險 早盤買 好處就是 你可能買下去之後 欸股價到漲停板 那你就可以現買現賺 但壞處就是 你買下去之後 你可能開高走低 然後怎麼樣 你就買到當天高點 那尾盤去買呢 尾盤買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避開掉當天開高走低的這個壞處 那壞處就是說 你可能尾盤 你可能想要買某一檔股票 你早盤沒有去買 他可能已經漲了 當天已經漲6%多了 變成說你尾盤 你就必須要追高 你就會陷入到買或不買的這個兩難的階段 所以說各有各的好處 那我只能說 呃通常新手我會盡量建議他不要早盤去買 原因在於早盤買的風險通常比較大 那當然這個東西還要跟哪個有關係 跟大盤 如果你發現大盤現在就是在一個下跌的階段 你會想要一大早去買股票嗎 但不會啊對不對 大盤就是要跌給你看 你也說你要早盤去買股票 你希望他漲停你在做夢嘛 懂意思嗎 所以說這個東西什麼時候買 他跟大盤也有很大的關係 大盤如果現在是一路往上漲 我跟大家講一定是開始追 一定就開始追 為什麼 因為大盤就在漲 所以個股你只是要追 你才買到強勢股 那如果大盤現在跌 那你要去追 你的風險當然就高了 那你要去接 他每天在跌 那你有可能越接越低 所以說 我覺得這東西跟 什麼時候買跟大盤的好壞 市場的氛圍也有很大的關係 這樣了解意思嗎 好再來 好再來 所以說 就是我只能說就是跟大家講 就是大概 就只能這樣子 好啦 反正就是今天的直播 其實我也是只希望說 跟大家先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 一個比較正確的觀念 那當然也希望說 能夠幫大家稍微打 打通一下觀念 那至於說下禮拜的盤 其實想實在的話 我還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只覺得說 沙破前波低點 市場應該就會有恐慌了 沙破前波低點 市場要恐慌 恐慌有出現之後 我覺得對於 對於整體的止跌會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反正 我一直在 就是 當市場恐慌的時候 反而我覺得是要比較 嗯 不能說貪婪 就是比較冷靜的時候 當市場一點都不恐慌的時候 反而你是要恐慌的 那像現在為止 市場恐慌嗎 沒有 我相信現在大家應該很怕說 前波低點又破 所以當前波低點破的時候 市場恐慌 我反而覺得是 大家應該要冷靜去看一下的時候 這樣了解嗎 那 只能說在這段時間 呃 還是要自己操作稍微小心一點 自己操作小心一點 就是 不要想說 太急躁的去進出 因為太急躁的進出 其實對於大家來說 並不是一個這麼好的選項 所以有時候 多看一下 我個人覺得說 如果沒賺到就算了啦 那反正 大盤又不是只有現在能做 如果等到真的止跌之後 誒 說不定又會有更好的機會 那時候你的操作的勝率 可能也會更得提高 這樣OK嗎 好啦 那今天直播大家到這邊吧 好累喔 講了一個半小時了 超久欸 超久 我覺得今天講了 今天個股回答問題其實沒有很多 但是我覺得今天的觀念講了不少 我覺得大家把這些觀念有釐清之後 我覺得應該對於之後的操作 應該會比較有幫助 那最後大家問我說 這個盤是看多還是看空 目前來說的話 還是看多啦 只是說 先等他止跌之後再說吧 好啦 那今天直播就到這邊啦 那也謝謝大家收看 有問題的話 再到PPI問我吧 掰掰